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传为世间两大绝命之一 犯孤臣寡宿之人 自身虽毫无异样 却能严护身策 周遭之人 唯恐避之不及 贤有贵者相助无碍 却免不了灾结缠身 遍体余伤 使其内心更添自责愤奔 不得宁日 故命中孤鸾者 运途多船 红颜树鸡 你二位也来了 真是不胜感激呀 好 好 好 那里面走 你也来了啊 来来来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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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谁放你进来的 我飞毁老爷 扒了他的皮 长嬷嬷 拜托你 我就是来恭喜玉若姐姐的 我绣了一个荷包 想送给她 你就是个灾心 赶紧走吧 谁要粘上你呀 销倒大霉的 还敢来送东西 滚滚滚滚 可是我滚滚滚滚 快滚快滚 快滚 快滚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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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若姐姐 好 嘴俩 刘环 自忠烈慈一战 你已昏迷整整百日 我答应你 就算寻遍这世间所有疾防 也一定会治好你 我还等你跟我一起 游湖赏月 踏雪寻眉 当时这院子里都是宾客 一个弱女子 是怎么做到一连杀了四个人 还不禁东任何人呢 丫鬟离门口最近 可能是一进门就被杀了 长老爷和长夫人死在喜台前 或许是同时遇害 长公子死在自己的床上 应该是最后遇害 你还敢回来 谁让你回来 住手 小姑娘 你们干吗呢 大人 就是这个女人 她害死了我们老爷一家呀 你赶紧把她抓走 把她抓走 凌智处死啊 你说她害死了长老爷一家 可有证据 大人 她就是个灾心 不管是谁 只要和她沾上 那就是不得好死啊 我们家少奶奶好心 可怜这个灾心 结果却被她渴死了 还害死了老爷一家 不 不 你别哭了 再次 你再敢回来 快你 不要再回来啦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眼中还有王法吗 大人 我认罪 是我杀了长老爷一家 和杜玉若无关 你抓了我吧 你 大人就送到这儿吧 我是个灾心 没有人敢靠近我家 本官负责调查长家血案 既然你说自己是凶手 本官自然会调查清楚 至于什么灾心 本官从不相信鬼神之说 即便真有 本官行得正 做得端 没什么可怕的 狄大人 谢谢 他是小黑 小黑 你养的 跟我们家小白倒是一对 只有他肯陪我作伴 自幼我就不知道双亲是谁 后来流落到此 被养父母收留 可不想一场瘟疫 让他们也离我而去 这个江鹤生 他是个大夫 两年前我们在街市相识 后来他不顾家里反对 一定要娶我 结果 上山采药的时候 摔下了悬崖 大人 你现在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 我真的是个灾心 真的是我克死了玉弱姐姐 灰宴之上 所有的宾客都目睹了 杜玉弱手持凶器 自尽而亡 可玉弱姐姐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 他对长家少爷一枉情深 他怎么可能会杀了他呢 一定是我 就因为他可怜我 偷偷来照顾我 所以才会遭此恨祸啊 蒂大人 我求求你带我回大理寺吧 我愿意承担这一切罪责 我不想看见玉弱姐姐死了 还要背负这杀人犯的罪名 姑娘请起 你若真为杜玉弱着想 就不要提什么灾心不灾心的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若她真的没有杀人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还她公道 谢谢大人 死者胸口伤痕和胸气吻合 死者身上没有发现搏斗过的痕迹 死者体内没有中毒的迹象 小白 查到什么了吗 是闹阳花 什么花 闹阳花 此花主治风湿风寒 但提取浓缩后跟酒一起服用 可治人麻痹 失去知觉 那不就是蒙焊药吗 没错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 为何杜玉弱一个人 可以杀掉他们四个 那是因为事先为他们喝下了蒙焊药 你真的确定 这四个人是杜玉弱杀的吗 这四个人啊 死于同一把凶器 也就是杜玉弱自杀这把 而且致命伤口 不是一下扎进去 是反复扎了好几次 所以 很有可能是凶手 他没有力气 没有力气 现场 除了这五个人之外 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人的痕迹 也就是说 最大的嫌疑 凶手很有可能 就是杜玉弱 没错 可是 为什么呢 他与常公子两情相悦 杜长两家 关系也互好 自己期盼好久的大喜之日 自己期盼好久的大喜之日 他与常公子两情相悦 洛子桑说 杜玉弱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 不是我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知道 我是个武座 只负责验尸 查案 那是你的事 对了 你上次从北京 带回来的摇光草 我已经入了药 拿回去给你的谢姑娘 试一下 说不定有用呢 天气转凉了 我给你换了一床 厚的被子 也不知道 你睡得可否舒服 这个药 是小白新配的药方 他说这次一定管用 如果你再不醒来的话 我就去拆了他的招牌 他们还离开 他说这次然是 致命伤在咽喉处 一刀割断的 身上至少还有湿余处刀伤 刀刀剑膜 杰大人 是我嘛 是我杀了吴达芹吗 一定是我 一定是我干的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姑娘怕是受惊了 来 这是定神诞 吃了吧 儿子 儿子 等我 儿子 黑 中国小匙 竹子上的痕迹是这丝所留 跟长公子窗户边缘所留好恨相似 难道 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凶手不像是洛姑娘 究竟是谁 你是说 你梦见自己杀了吴大庆 我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个梦 我真的不知道 帝大人 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 有人因为我而死了 洛姑娘 这些人的死 是否与你有关 还未可知 一定是我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 那种感觉 是那么的真实 洛姑娘 你怎么了 小白 走 他有心机之症 怎么样 他病得不轻 应该是自幼落下的顽疾 能活这么多年 也确实不容易 都怪我鲁莽 本想给他一颗会员丹 看下他有没有内力 却没想到害他发病 这么看来 吴大庆不可能死在他的手上 吴大庆体内没有盲含药 是被人活活看死的 他又是常家的护院 是个练家子 就算洛子桑没有心机之症 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他的伤口刀刀剑骨 以洛子桑的身体 很难办到 谁啊 干什么的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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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擅闯大理寺 你看着他 我出去看看 嗯 你醒了 啊 włosop这儿 叫你ack 啊 Stone 啊 啊 ובover 啊 嗯 啊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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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athan 啊 啊 啊 huh 啊 ünf哦 阿爹 你不是他的对手 他给你留着面子的 在下霍波二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原来是天下第一剑宗 霍庄主 幸会 在下大理寺少卿敌人杰 原来是狄大人 大理寺少卿有什么了不起 赶快把杀我常叔叔 全家的凶手交出来 清儿 黎大人 常远山是我结义兄弟 听闻他全家惨死 此次前来 就是想向你讨个人情 恳请狄大人 把凶手交给我 我要血迹 我兄弟一家 此案正在调查 上回来 你少骗人 我都听长嬷嬷说了 就是那个灾星 杀死了我叔父全家 你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 刚才说过 此案尚无定论 更何况 就算抓到真凶 该如何处置 那也是大理寺的事 看来狄大人 是不想给我霍摸这个面子 好 那我就要看看 你能保住那个灾星 到什么时候 走 敌人截断案 不会放过一个恶臣 但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你心中的疑惑 他一定可以为您解开 你放心好 阿爹 咱就这么算了 小小的大理寺 你还怕他不成 这是天子教下 不是咱霍家庄 清儿 你再去长家一趟 看你长叔死的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住 一切细节都不能放过 我 按我说的办 是 狄大人 你真的不怕吗 怕什么 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 又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呢 紫桑 师父 师父 看叶公子的年纪 比洛姑娘也大不了几岁 怎么 做人师父 还要看你年纪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问叶公子 与洛姑娘是怎么相识的 跟你无关 我不管你接近子桑 是什么目的 真早离她远一点 你是想说 洛姑娘是天降灾星 谁要是靠近的 就没有好的下场 对吗 这个对我没用 这个对我没用 你不信 你信 那你为何还在此 十年前 我在山中遇见恶得 奄奄一息的紫桑 那个时候 我就给她算过一挂 她当然并非是什么灾星 但的确 是天煞无星之明 命中注定 无亲无有 她身边的人 都会离她而去 你不怕 你不怕 我乃三齐天刚之明 与她相生相克 恰好可以化解凶险 所以我才受她为痛 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啊 人的命数 原本就是注定的 你不信也无妨 反正我也不在乎你的死活 我只是不想 子桑再伤心 子桑性情单纯 只要别人对她好一点 她就能记一辈子 每当有人离她而去 她就伤心一次 师父 狄大人 你们吃什么面 狄大人说 她还有事啊 她还有事啊 这就要走啊 对吧狄大人 狄大人 看来 只有下次 再领教洛姑娘的厨艺了 告辞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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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休息吧 是 阿爹 我都已经问清楚了 好 怎么样 我已用银针帮她疏通经外 再配上你找的摇光草 我相信谢姑娘一定会醒过来的 我说 你都盯着这东西一晚上了 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我还没弄清楚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两起命案现场的痕迹 都跟她有关系 要不这样 明日我们去鬼市问一问 说不定 能找到什么线索 鬼市 在终于 终于 要不惊许 起上的 替记 我 说 其实 不错 我 至于 年 你跟我打的时候 怎么不见留守啊 他也没有恶意 只是他也在意一个人罢了 你知道他是谁啊 清儿 他们亲眼看见了 那个杜于若发狂杀人 那倒没有 不过除了他还能有谁 再说了 人若不是他杀的 他又何必畏罪自杀呢 对了 阿爹 我还听说 这杜于若素来温顺 如今突然发狂杀人 肯定又是那个灾心害的 师父去哪儿了呀 怎么还不回来 小黑 你说 这世上 怎么会有像敌人节那样的人 他说他不怕我 他是真的不怕我 他还说 让我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他还在那么多人面前替我说话 我对他 听说话 是 不怕我 如果你是 就算你 你 你 谁 我们一起的 记得还我 等下少说话 要是被他们知道你是大理寺的人 我可帮不了你 说得你好像不是大理寺的人一样 来鬼师买兵去啊 这个就是山东千基们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暗器 鬼师还挺热闹啊 这长安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这个呀 就是大沫仇家 只要给租了爷娘 天王老子他们都敢杀 走吧 这干什么呢 臭豆腐啊 你怎么来的混亂小子啊 硬敢说老子的国色甜香汤 是臭豆腐 就让她尝尝 她的厉害 国色甜香 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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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要老 你这都看了半天了 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呀 知道又如何呀 不知道又怎样啊 此事事关人命 还请老人家自教 别人的命 关我什么事啊 老人家 您也算是大夫 所谓医者人心 班长 我虽然是大夫不错 但是我从来不宜活着 我只是研究让人死的 如何开心快乐 三十年前 你被仇家追杀 苍门曾经庇护归你 这份人情 你该还了吧 你是苍门什么人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倘若你今天帮了我们 苍门对你的恩情 也算有个了结了 这个呢 是阴山天丝 只有雪残土的丝 才能支支而成 雪残呢 生长在阴山 长安是见不着了 那有什么办法 能找到支天残丝的人 你们再来看看这根天丝 这根天丝里面呢 有个十字 天丝不易支 整个长安 只有九尺翁有这门手艺 里面那个十字 就是他独有的标志 他在哪儿中 就在鬼市啊 好了好了 我说的够多了 你们自己找吧 你说这个九尺翁啊 明明是九根手指 必要做个十字印记 人就是这样 越是缺什么 越是在意什么 好 九尺翁 九尺翁 喂 喂 喂 这个是不是你知道 他 他杀人 喂 喂 喂 站住 喂 在这里 喂 喂 我不想说 他失去 了 哎 喂 曾 看来 九指翁就是用这个东西 吐出来的丝 制成了天丝 可他为什么说 是血残杀的人呢 他说的是 有人用血残吐出的天丝 杀了人 只可惜 还没来得及说那个人是谁 对了 那个杀手啊 会不会和上次夜叹大理寺的黑鹰人 是同一个人 我虽然没有和他交手 但是 从身形上来判断 并不是同一个人 而且奇怪的是 我一路追到大理寺附近之后 人就不见了 看来这个人 对承安的地形很熟悉 如果我没有猜错 上次夜袭大理寺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夜冷 他无非是想知道我的底细 怕我伤害骆子桑而已 不过 今天这个人 可是我们刚说去鬼市 这个人就去杀九指翁灭口 不会只是巧合吧 看来 我们真的还是要去探一探 夜冷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办 我说去鬼市场 不过 我能够找到 我看不过 我看不过 谁 狄大人 骆姑娘 我路过友宁方 顺道过来看看你 谢谢狄大人 我很好 大人看过 可以放心了 骆姑娘 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此处就为一人居住 大人若是经常来往 怕是不太方便 以后没事 还是不要来了 骆姑娘 你误会了 我这次来 是想找叶公子 那大人在此烧做片刻 我去煮茶 好 走 我先帮您 找叶公子 也没了 елен扬 那这次 就算什么 找出 你 俺 有 来 狄大人 这棵树倒是挺奇特的 这桑叶我还真没见过 这棵桑树是师父种的 原本长在鹰山林 本不适合长安气候 可没想到却被我养活了 因此啊 师父还夸我呢 对不起 罗姑娘 我突然想起还有些事 我先告辞了 昨晚的黑衣人 来找一具尸体 究竟是何意图 百灰 弹中 宁门 有出血点 小白 我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 天寺的出处弄清楚了 杜玉若尸体的疑点 也找到了 可是 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呢 还有就是啊 这个叶探大理寺的人 杀九指崩的人 和对杜玉若尸体图谋不轨的人 究竟是三个人 还是两个人 还是一个人 既然 前两者还没有头绪 那不如 就从这个开始杀机 你有办法了 关心则乱 如今 能让他乱了方寸的 恐怕 只有一个人 洛姑娘 洛姑娘 你和狄大人哪 是门刀户队 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你把门打开 什么事都好商量啊 你把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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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姑娘 你看 你年纪也不小了 李大人也是真心求取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啊 也得说出来才可以呀 他杀人了 他杀人了 狄人杰 你想干什么 他杀人了 洛姑娘 我是真心想娶你 我知道 你怕连累我 可我也说过 我不怕 就算你是天煞孤星 可我敌人杰的命 硬得很 说不定 我们还是天作之合呢 你给我闭嘴 我 就算你是他师父 也阻止不了我 骆子桑 我取定了 你只是找死 师父 师父 洛姑娘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什么天煞孤星 天降灾星 我不在乎 闭嘴 李大人 你还是先回去吧 洛姑娘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已经问过 我家见过 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 四个人 四个人 启动 五个人 五个人 这一路 才做到 五个人 五个人 有 不是夜宝 有魂 有魂 是我 有魂 有魂 和杜玉若一样 是啊 不过谢姑娘气息平稳 看来内伤已经是大好了 只是为何一直昏迷不小 我也不得而知 这到底是什么妖术啊 你到底对姚环做了什么 我以为你会先问我 为什么要杀害常家那么多人 原来你也只关心自己的女人而已 你说不说 既然落到了你的手里 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不过我不亏 我有解药还给我陪葬 到底怎么样 你才会救姚环 放我走 等我带着子桑安全离开 谢姚环自会安然无恙 你杀了那么多人 都是为了落子桑 别想拿子桑威胁我 我不是你 我也不是你 不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你到底用什么手法控制了杜环若 让她杀了常家四口 就像控制姚环一样 只要你放我走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会告诉你 休想 那你就等着 给谢姚环送终吧 我就不信 我查不出来 李大人 洛姑娘 我刚刚去看过谢姑娘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师父 为什么会伤害她 与你有关 你不必自责 那位谢姑娘 我听孟大人说 你 你们 她是我的心上人 莫姑娘 我这么做 只是想惊怒夜冷 如果让你有所误会 我向你赔罪 狄大人言重了 我 我 我没有当真的 再说 怎么会有人喜欢 像我这样的人呢 莫姑娘 我没事 真的 我没事 我 我想见见我师父 洛姑娘 有一件事情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 是关于杜玉珠的死 怎么 狄大人改变主意了 师父 你来做什么 师父 是你 害死了玉珠姐姐 是你 让她亲手 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敌人家都告诉你了 我不信 谁说我也不信 谁说我也不信 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是 还是不是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伤害她 因为她 因为她居然劝你嫁人 还要帮你找婆家 十年了 子桑 你怎么还不明白 你和我才是天生一对 只有我能陪在你的身边 除了我 不需要任何人 无论是谁 只要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都得死 师父 别再叫我师父 我根本不想做你的师父 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杜玉珠 长家四可 吴大庆 甚至是 两年前的江鹤生 都是你杀的 对吗 谁让她这么不知好歹 就像你一样 子桑 你已经是天强灾星了 为什么那些人还不怕 你说什么呢 是我告诉所有人 你是灾星 是我让你身边除了我以外 没有人敢靠近 我只想和你两个人 轻轻轻轻地在一起 为什么那些人 总是要来打扰我们 疯了 你疯了 那些姑娘呢 你为什么要伤害她 都是因为她 明明对那个姓谢的 一往情深 却还要来招人你 那天我在窗外 听到你们要去鬼市 后来我去而复返 却发现那个姓谢的 她 居然醒了 于是我就趁机控制了她 让她替我去杀九指王灭口 那天那个杀手 就是姚桓 没想到吧 你一直盼着她早点醒来 现在却落到我的手里 师父 求求你了 你放过谢姑娘吧 你不能一错再错了 子桑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师父 要是谢姑娘有个三朝两短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果真喜欢上她了 为了她 连她喜欢的女人你都要救 师父 你们走吧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好 既然那些人都是因为我而死 那我现在 就把我这条命赔给他们 莫姑娘 子桑 师父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可不肯放过谢姑娘 是天丝垫玄 那是我家传武功 半战 用三根天丝 打入仁体百慧 弹中 命闻三朝大雪 从而封死她的周身穴道 可让人全身马痹 只能任凭天丝控制 好鹰度的悟空 怎么解 无解 无解 为何无解 我真的解不了 我只学会了定血 还没来得及学解血 我阿爹就死了 要是我死了 血腰还这辈子 都不会再醒过来 我去鬼市找妖牢 看能不能解 你留下 照顾好妖环 路上小心 天丝定学 我还真听说过 传说是齐山派的独门舞 还明白吗 要是被天丝定住学命的人啊 她的脑袋虽然很清醒 但是她的身体却不是够着 就好像那个新娘杀死新郎的时候 其实她的脑袋是很清醒的 但是她的动作却不是控制的 想想都很惨哪 简直是人间悲剧啊 还是我的人间百味汤好了 简直是人间最快乐的死法 都有解学之法 有啊 当然有啊 吃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齐山派的独门武功 怎么会交给我一个外人呢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免费送你一碗 人间百味汤 你拿回去给你的小情人伏下 让他快乐地死去 你 你不领情就算了 就当我没说 你知道齐山派在哪儿吗 齐妙山 你不会要去找他们吧 我可告诉你 趁早死了这条心 齐山派呢 行踪诡异 行为古怪 就算你去 你未必能找到人家 就算你找到人家了 人家也未必能帮你 你别把自己的小命 还命吗 我还没说完呢 还命吗 都是这情折腾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 真叫人生死相选 你怎么在这儿 狄大人 我想跟你一块去救谢姑娘 洛姑娘 我知道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但这一切皆因为我而起 我不想什么都不做 我不想什么都不做 先说好 一切都得听我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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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 驾 驳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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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了 我没事 来 休息一下吧 洛姑娘 你想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明没有来过这儿 可我这心里 却特别难过 这至少有上百条人命 谁看了 都不会心安的 如果说 这些是齐山派的人 那我们岂不是 这些人看上去 最少有死了十几年了 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 我们总不是 看上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博姑娘 上面有个山洞 走 好 洛姑娘 你要是害怕的话 在这儿等我 我跟你一块儿去 好 好 孙子 走 这是什么 这儿 这里也有 原来这是奇山派 记载武功秘籍的地方 这个应该是 关于天司定学的记载 既然有武功的记载 那就应该 有解学的方法 洛姑娘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这些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 应该是解学的方法 为了防止外泄 他们用的应该是 奇山派独有的命运 那怎么办 奇山派 已经没人了呀 再找找看 眼前一只 找找想到 里面的人 被他们的带来 这么整的 是 你没有意见到 勇敢去 连招が 刑人 对 义 他 我 德国 你 尽可 和 哪怕只剩下一人 也要抱着血海深仇 即便我骑山派只剩下一人 也要抱死血海深仇 不得天庇佑 逃过此间 不抱此仇 恃不为人 而阿臣记书 洛姑娘 你是不是脑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 洛姑娘 这样 我先扶你出去再说 来 走 如果我没猜错 叶冷就是骑山派唯一护下来的人 说不定他能看见解神的秘密 我们必须尽快赶到京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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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大理寺找小白 我掩护你 到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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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何人 谁派你们来的 为何要刺杀我 说 看着 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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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快去西郊树林 救敌人间 敌人间 敌大人 她怎么了 龙姑娘心计之正犯了 不过现在已无大案 我没事 没事就好 你干吗去 找叶了 救摇环 燕朗 恐怕你要失望了 借学方法我找到了 开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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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为什么要杀易朗 会是谁 到底是谁 笛人杰 你冷静点 我好不容易治好了 杨幻的内伤 可他却偏偏遇见了易朗 我千辛万苦 找到解决的方法 可一冷一死 齐山白再也没有活着的人了 一冷一死 姚幻 姚幻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 这个案子不能结 我一定要找出杀易朗的凶手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有什么阴谋 我都要把他找出来 师父 尽管你做了那么多错事 但你毕竟对我有恩 我就送你这一招 希望你来世 可以放下执念 做个好人 这只笛子 你从没离过身 但我也没听你吹过 今天就让他替我陪着你吧 叶冷是被震碎全身经脉而死 杀他的人内力深厚 你我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到底是什么人 非要杀叶冷不可能 会不会跟半路截杀你的人 是同一个人 很有这个可能 按照我之前 在齐山发现的那几行血书来看 叶冷 非常有可能就是 就是齐山派 唯一活下来的那个阿尘 而当年能够巧无声息 一举灭掉齐山派的 绝非泛泛之辈 你是怀疑杀叶冷的人 就是当年灭了齐山派的人 那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在这儿遇到的黑衣扰 我跟他过了一招 此人武功十分高强 如果说他就是杀叶冷的人 貌似一切就说得通了 没错 十几年前 他带人灭了齐山派 而十几年之后 他发现 居然有人用天丝定穴 所以 他就悄悄地潜入 检查杜一珠的尸体 之后 我们抓了叶冷 他便明白了 叶冷一定是齐山派的人 于是便杀人灭口 至于我 那应该是我找到了齐山派 并且发现了十几年前 那桩惨案 所以 他们要杀的 不止是我 还有骆子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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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驾 骆姑娘 骆姑娘 你去外面找找 小黑 八月初三 云阁坊恭候大驾 博庄主 你难得来长安一次 干吗这么着急走啊 就是啊 我此番前来 主要是想彻查 我结义弟兄长远山的死因 如今大理寺不愿意让我多加干涉 今日就算是我和各位告辞了 来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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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的到来我非常高兴 我就让小女舞剑一段 以祝大家久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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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你干吗 我猜 还 还 行 还 是 清儿 你疯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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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住手 不要杀害我女儿 是 是 只有你霍波尔有女儿吗 你在杀别人家女儿的时候 可曾想过 他们的父母也会心痛 什么人 谁 装神弄鬼 出来 骆姑娘 霍波尔 你当年为了做上武林第一世家的交易 与我齐山派签下盟约 我齐山弟子 用天思定学 帮你在暗中除去了多少敌人 你还记得吗 之后 你怕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暴露 竟然 带了所有人 去杀了我们齐山满门 什么 这件事竟然是他这干的 这笔血债 也到了该还的时候了 是这样 一派胡言 是谁让你来诋毁我的 说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 是你当年跟我阿娘签下的盟约 你以为 你杀光了所有齐山派的人 你的罪行就没有人知道了吗 知道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原来你才是玄青子 你臭婆娘的孩子 小王婆 我还要误以为是夜冷 夜冷是你杀的 偷袭我们的也是你 现在知道 我已经来不及了 来人 货家中帝国征令 你一个狗兵给我放跑了 干什么 你想把我们遗亡打尽呢 伯伯 你是不是要连我们都想杀了 你什么意思 知道我的秘密 还想活着出去 杀 别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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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女儿 要算这样出老子来 我就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肯自尽 我就放了你女儿 休想 女儿 莫姑娘 我没事 放了我女儿 难道我娘没有告诉过你吗 天丝一旦入侵 除了我骑山派无人能捡 你以为 你砍断了她的天丝 就救得了她吗 放了我女儿 要不然我让你不得好死 要是想让她早点醒过来 你尽管来杀了我 要不然我 错万错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跟我女儿没有关系 你杀了我 放过我女儿 就凭你一个人的性命 想抵我骑山满门的性命吗 洛姑娘 冤有头 战有主 洛姑娘 是无辜的 求求你了 你 敌人杰 你来作证 我今天就把我这条老命 交给骑山派 我死之后 你一定要救我女儿 洛姑娘 你 你说过 不让这世上的罪人 皆认罪复发 今天 我就把骑山派这桩血案 交给你了 这上面是天丝定穴的解决方法 邸大人 祝你和谢姑娘 摆头谢了 祝你 sock Rechts 好 altijd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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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la 在一年有一年 不姑娘 这 不姑娘 不姑娘 你别过来 我真后悔 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一切 该多好 其实夜冷的真正身份 是我表哥 当年霍不尔 带人闯进祁山牌 我阿娘知道大事不好 便把她毕生的功力 都传给了当时只有三岁的我 要让夜冷 带着我躲进树林 才侥幸逃脱 可我承受不住我阿娘的内力 差点连命都没了 夜冷 用玄珍将我体内的内力封印 我却从此忘记了所有的事情 夜冷不想 夜冷不想 等我长大以后 跟她一起给我阿娘报仇 可夜冷不忍心让我受苦 于是选择了一个人复仇 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找机会 可霍不尔身居简出 她这才想到 杀了朝远山 才能把霍不尔引入长安 却没想到 既然 夜冷不想你卷住进来 那你又何苦呢 可是那么多人因为我而死 你瞧我如何坦然地活着 洛姑娘 你本性善良 这一切 都不是你的错 谢谢你 帝大人 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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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何苦的 你过来 天陆 做日 利的一切 之谷 郭博二 你为了铲除异己 半杀武林同道 又为了掩盖罪行 不惜害死了积山派 上百条人命 按照大唐律法 斩立决 大爹 你们不许杀我阿爹 阿爹 清儿 阿爹犯下滔天大错 罪该万死 只要你好好活着 阿爹就算死 也明目了 不要啊 爹 不要啊 爹 不要啊 不要啊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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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姑娘 霍博二已经伏法 也算是还了你们秦山派一个公道 你九泉之下 也可以瞑目了 我会好好照顾小黑 正好去给小白做伴 你不用担心 这个地方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来了 我下來 我 gaze Cast 阿上 阿爹 黄 阿 n 阿花 无俗 谢谢 丫 我 我 而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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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